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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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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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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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莫拉之后呢 轻松的把水量吸回来 我们的唯一的吸血呢 就是有三颗的夺垂 然后就是我们的打野弓 遇到四个人呢 稍微防后拉一点哦 毕竟四个人有展三呢 我们要尊重他的伤害 这边没有平线呢 拆这个主宝 拆这个高地塔拆的有点辛苦哦 所以我还是把它拆了 这一波呢 我们先来吃个蓝 待会儿呢 可以再跟敌方打一波 待会呢 可以再跟敌方打一波 OK 掩护一下门队友 往前去帮忙输出 普攻大招 OK 直接收到敌方 瑞克 还有塔纳斯 一并带走他们的四个德 接着是莫拉 莫拉往下移动了 那我们跟前去 一个普攻把莫拉收了 这一波我们就可以直接结束了 敌方挂了四位英雄 那先帮他陷阱赶走他们的罗儿 然后优先推塔 再跟上去 哥德遇到的瞬间呢 我们就把罗儿秒了 这边有小兵进主堡哦 我们赶紧来拆个主堡 有这种大小兵呢 绝对够时间拆掉主堡的 那以上呢 是我带零帝打野的闪烁 零帝打野玩他的关键呢 当然就是发育 然后就是你走位嘛 走位呢不要太过的奇怪 通常都不会死的 毕竟我们跑得非常的快 最后呢 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 请你订阅 也欢迎大家追踪我的NOLINE直播 一起來直播看 那我是上官们 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